你現在在那邊過得好不好啊 忙著招呼客人 25歲黃佳慧是新北英哥一間火鍋店老闆 發現神爆傷痕,烙印在他身上三年了 很多客人都會一直盯著我的手看 星期天我就遇到一個湯 然後他就會一直摸我的棒 那個奶奶就直接碰我的棒 說你辛苦了 那時候就是要慶祝畢業 這一群的自己都是救生員 有些苦衷 當帥的時候我比較沒辦法接受當時的自己 因為我覺得那時候我都躺著 躺在醫院 然後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黃佳慧身高170公分 從小就是跆拳道國手 運動細胞發達 大學畢業後就要當體育老師 陳豹打亂黃佳慧的人生計畫 也讓他一度放棄自己最愛的運動 好像正常有一樣流汗 醫生說的差不多身上 韓先生很少 面對醫生的宣判 滑雪、衝浪 原本要被他鎖進回憶裡 他們都鼓勵我說 可以可以 一定可以 沒有什麼 因為你以前會 那你現在也會 你只是需要適應一下 可能很久沒有 他們就是不在乎別人的員工 然後我自己是最在乎別人的員工 第一 時不時要復健 那又如何 歡迎來到崔神霸氣功 黃佳慧找回自己 當不成體育老師 一樣要活得精彩 突發中心 其實我還是可以做 像以前一樣的設施 報道 蘋果環境15多年 送你百元歲的米鎮 再抽10萬現金大獎 還有2018市集冠軍賽門票 現在就下載 台灣蘋果日報APP